你会为了别人的一口唾液而拼命吗 但是这个男人会 爬上百米峭壁只为获得那昂贵的燕窝 这是位于菲律宾东南部的一个小岛 岛上的洞穴内寄居着近万只金丝燕 这里生产的燕窝 价格更是高达美金四万人民币 于是附近的渔民都来小岛上掏燕窝 阿文祖上三代都是掏取燕窝的好手 今天他又上岛开始掠夺天价燕窝了 财富永远藏在危险里 如何快速登岛 是每个掏取燕窝的人必备的技能 但是掏取燕窝还是非常危险 一旦有点闪失 就会从百米的悬崖上跌落 轻车熟路的阿文不费吹灰之力便进到了内部 如何快速找到燕窝只是开始 好在他们进入了有寄居的燕子洞 但是如何轻巧地摘取燕窝是个技术活 他们将喷壶里的水喷在燕窝表面 软化燕窝与岩壁的粘粘 然后缓缓地将其连根拔起 别看大树们摘得如此轻盈 这可都是20年经验的结果 随着一顶顶的燕窝被连根摘除 本次掏取燕窝的工作还算顺利 阿文的队伍有个规矩 就是发现带有燕子弹的燕窝 他们是不会去触碰的 他们的目的也很单纯 只为获取金丝燕的唾液接晶体 不伤害金丝燕 何况他们也不是断子绝孙的主 然后他们就会清理燕窝 燕窝根据色泽和杂质含量可分为三个等级 干燥的白色是用金丝燕的纯唾液制成 灰色是含有些许杂质的 黄色的是又软又黄的最为低级 经过十个小时的清理后 阿文将今天收获的燕窝按照等级划分卖给了小贩 最终获得了一万多人民币 其实阿文摘取燕窝二十年 从未吃过燕窝 这是他第一次吃 他说太贵了自己吃不起的 屏幕前的老爷们 你们吃过燕窝吗 是什么味道呢 评论区一起来讨论吧 然后阿文还会日复一日的 继续去岛上摘取燕窝